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有很多高端的酒店 有地铁 摩天大厦 鞋子楼 另外一边 悠久的文化 悠久的历史 为什么它这么神奇对我而言 刚好悠久的历史文化 古老的风景 以及国际化在这个地方就达成影片了 所以我今天就想在广州找一些非常厉害的老字号 就是感觉这边所有老字号都是20年 30年 40年更何况60年都有 这个对一个美食博主来说天堂 Let's get it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窄窄的老巷子 在广州特别特别多 好好玩 我们第一家店第一家老字号就在前面 特别期待 你们看这边的小箱子它们又复古又古老 又是干净的 比如说这小箱子你们看一下多么的整齐 多么的漂亮 还好啊 现在没有这么多人就排队 我们试一下 特别香 Oh My God 这个就是我想到老字号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老字号 连它的收银台都是那种把90年代的那种收银台加上去 它这边做肠粉的那个风格 跟其他的我在最爱看的那个肠粉店不一样 我们这边点了一个原料肠粉啊 然后一个鲜虾的一个肠粉 到最后一个亭仔粥 我为什么点了一个亭仔粥 因为我觉得它的名称非常有趣 亭仔究竟是什么呢 33块钱 我就划算耶 Oh My God 这个好重耶 我直接咬一口 允许我 你们懂那种肠粉的味道 特别香 然后它的那个汁 我喝一口那个汁 我有时候吃肠粉 然后觉得它那个汁有点过于的咸 它这边不是那种过于的咸 油放的刚刚好 酱油放的刚刚好 然后没那么咸 然后有点偏辣 加上去 你们看 我没有想到这边的肠粉是有点偏辣 好多肉肉啊 主要是这边的肉不腥 那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它里面就是它是包在那个肠片里面 所以你吃到那个肉它特别特别的 连一点都不干 地方越简陋 越破 就是东西越好吃 然后又有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们试一下鲜虾的那个 这边的肠粉很薄 就是一层一层的 虾 嗯 这边就是你吃那个肠粉 你真的吃出来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奶香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大米就磨 磨碎了之后 磨成粉之后 特别特别香 Oh my god 吃一口奶香奶香的肠粉 喝一口奶香汁 满分的肠粉 停载粥 我觉得载这个东西 应该是粤语里面的文化吧 不管你说粮载啊 载啊 都是很多有那种载在里面 这边是鱼 豆皮丝 油条 都在里面 广东的朋友们 赶紧在评论里面跟我讨论一下 是不是停载可以吗 哦 不用讨论 哈哈 有鱼的味道在里面 你吃到鱼肉的同时 还要吃到煮熟的那种猪肉 很煮 所有所汉啊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粥的人 不配我感冒啊 或什么都会要吃清咖哩 然后喝醉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就喝醉了 但是这种粥 有点圈奔我了 你吃完了之后 我很想吃第二次 老子豪果然是不一样的 是真的不一样 这个店里面每一个细节 感到很开心 所以它当然是满分 第一个肠粉吃完了 第二个肠粉吃完了 因为这个肠粉的那个味道 真的太独特了 所以再点了一个 牛肉加鸡蛋的一个肠粉 就为了告诉你们 我都会吃完 真的就突然好开心 又是一个小巷子啊 你看这么小 旁边还有一个新做的一个商场 然后这边就有阿姨牛杂 果然我们去的那些店 都是有人在排队 那肯定不差 我们就尝试一下 哇好复古啊 好好看 这个阿姨挺年轻的哦 OK那我们的牛杂就到了 然后感觉这个特别特别的广东 就是那种广式牛杂 然后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就周边全都是人 这个整个巷子都是有那个 非常浓郁的卤汁味 就是因为牛杂嘛 卤出来的 你们看哦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牛杂 我的天哪 不可以缺牛肉丸 大白菜还夹了 然后面筋 我其实最爱吃的是 面筋 卤汁里面的面筋 直接吃一口 这箱子里面全都是这个味道 卤汁的味道 然后面筋的那个口感绝了 下一个我们吃个牛肉丸吧 哦 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脆 就是感觉 你吃牛肉丸 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口感 主要是看它的口感 有一些稍微嫩一点 有一些外面脆 里面嫩 有一些像冬瓜粉 就根本咬不断 都是有的 那它是出于那种 外面有一丢丢的脆 然后里面嫩 然后浓郁的 就是融入了那个卤汁味 特别香 我们要吃牛杂 各位 我不知道 我都已经感觉我自己很厉害 没有就是吃毛肚还是什么 这个 好香啊 没有任何的奇怪的味道在上面 尤其是它的那个口感 怎么那么香啊 这我没有想到 你们看这边 这个应该是牛肉 这应该不是里面的那种 杂的那种 怎么咬都咬 不然有点像口香 我以为这个牛杂是有 有腥味在里面 没有 是不是 就是如果没有腥味的话 说明这一家店做得好 是吧 我不知道他们这边就是 吃这个东西多久 但是它特别特别香 你这边闻得出来 就是完全 这个味道融入在里面 哇 这个口感有点挑战 我说实话 我现在的表情为什么控制不了 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吃到这个 然后这个口感 我的舌头是整个嘴巴是没有甜过 然后你突然就是有卤之味 你熟悉的东西 跟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一个口感放在一起 你就突然很茫然 我现在就是在茫然中徘徊 但是它很好吃 然后不知道它是什么 为什么牛杂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有点扭不断的那种感觉 真的好吃 没有任何的欣慰 我真的好开心 又突破了我自己 来个面筋 跟面筋一起吃 广东人真知道怎么吃饭 想象的 满分之十分的话 我可能会给一个卤之味 绝对是一个十分 牛杂 我感觉比鱼杂和猪杂 像一点 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我这边还买了一个叫什么 博仔糕 这种博仔糕只有两个口味的 这个是白相果 是不是你们童年的回忆 很浓郁 那个白相果的那个味道 在里面甜甜的 QQ的 如果它不是那个白相果的那个味道 不是甜甜的话 有可能我也吃是牛杂 特别好吃 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喜欢 嗯 它甜 但是 不是特别腻 真的 真的 太大口了 吃的很舒服 Oh my god OK呢我们今天就吃完了 第一个 我吃了一个肠粉 这个肠粉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就是什么 一个很薄很薄奶香奶香的一个壳 这是第一次我吃到四种肠粉 另外这个亭彩粥里面有鱼和肉放在一块很香 到最终一个1988年好像开的一个牛杂店 今天有好多第一次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注定收藏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还要打包了很多 你们看 因为真的好吃 我溜了 拜拜